為了不讓翁崎南角頭命案這把火繼續往上燒 昨天晚間警政署緊急召開了記者會發布新的人事案 台中市警察局長胡沐元下臺 由現任刑事局副局長邱峰光接任 而邱峰過去是前台北市刑大大隊長侯友宜的左右手 曾經成功策動過北市幫派解散 因此在警界有個邱霸子的封號 不過這回賢命南下救火 他坦言壓力大到 讓他睡不著覺 趕著到台中就任 邱峰光搖下車霜 向媒體微笑致意 只是這一趟下台中 身負重任 一點也不輕鬆 我接任以後 我會採取一連串的行動 來達成上級的要求 我會誠懵誠懇 全力以赴 謝謝 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非常大 坦誠壓力大到一夜難眠 邱峰光在非常時期接任局長 承擔破案壓力 會不會直接公布槍擊案錄影帶 解開種種謎團呢 跟專案小組見面以後 我會馬上瞭解 盡快地做一個處理 擁有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魁梧身材 人稱邱霸子的邱峰光 僅大四十三期畢業 之後又拿到台北大學犯罪學碩士學位 刑事辦案專長 不在話下 邱峰光還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因為他的唐伯就是民進黨大佬邱蓮輝 而過去曾經參與陳靜心案南非五官的營救任務 是當時台北市行大大隊長侯友宜的得力助手 還主導當時幫派解散的策動工作 陳靜心挾持南非五官時 侯友宜從屋裡爆出小嬰兒 站在一邊的就是當時擔任市行大副大隊長的邱峰光 幾年後他調身士行大大隊長時 他因為身材太過高大 臨時找不到夠大的外套 在不大連理上只穿了襯衫上台 為什麼沒有穿外套啊 賽事不合理 邱峰光的形式專長 加上他對黑道生態的了解 成功策動過幫派解散 如今他壽命南下 能否整治台中黑幫亂象 眾所矚目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是在這碰到… 都會有個重職的